身穿黑色衣服的弟弟手上紧握百元钞票 到檳榔摊换钱 但老板娘算了算 奇怪张数好像不太对 抬头正准备喊人回来 但弟弟已经跑回鸡排摊找妈妈 十张百元钞少了三张 让男童都急了 老板娘就数了十张的一百块的 请她的儿子拿过去 结果儿子可能不小心 在路上掉了三张一百块的 那檳榔摊数一数 一怎么七张 就过来跟她讲说一少三张 行车记录器拍下 弟弟跑回鸡排摊 正巧与一名黑衣男子擦身而过 他弯腰捡东西后随即离开 店家怀疑前住是他捡走的 那我本来是还没有报警之前 我有扣上 我只是希望说他可以出去 赶快把钱还来这样子 可是他都没有出面 迟迟没有等到男子出面 男童妈妈只好报警 事发在二十二号晚上八点多 屏东县长治乡的一间鸡排店 老板娘要小二的儿子帮忙换钱 就在不到五十公尺的檳榔摊 弟弟跑过去 钱不小心掉了 捡到钱应该是正确报案 我觉得真的不难啊 高一半多啊 值得一次务价值五百元以下 虽可自行保管 然而需完成送交警方登记之程序 虽然三百块不多 依照法令捡到价值五百元以下 可以自行保管 但是男童把妈妈的辛苦钱弄丢了 让母子两都相当着急 连警方也不忍 呼吁捡到钱的人赶快交到派出所 否则也会触犯刑法侵占一事无罪 TVBS新闻叶凤达评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